好TVBS的頭條追星情報戰 每到了年底在娛樂圈 就會有各種的排行出現 今天要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YouTube圈當中的YouTuber 他們的訂閱人數的排名 經過了一整年 這個名單是名次上面 是有些微的調整 有哪一些人呢 我們先從第10名開始看起 好 就是這樣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你現在在做新的東西 你也有一些新的嘗試 將來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碰撞 新的撞擊 新的火花 好 由台智元所領軍的 木曜寺超完當中的一日系列 成功爆紅 雖然說這個聲量跟過去相比 有一些的落差 不過目前訂閱人數 依然是多達兩百三十二萬人 再來則是第九名 是大家所熟面孔 這個蔡阿嘎 今年大家對他印象最難忘的 想必應該就是跟前員工 AB合約的這件事情 不過他真的已經算是 元老級的YouTuber了 再來則看到的是 第八名則是Joman 在去年經歷這個麻煩風波之後 現在不斷不斷的更新 他這樣子的新影片 也希望可以重拾大家 對於他在鏡頭前的信心 再來第七名跟第三名 這個則是入味春捲 跟第三名則是多達三百七十二萬人 訂閱的這個叫做Pan Piano 他們兩位都是以鋼琴伴奏 Cosplay作為賣點 而且同樣這個都不露臉 我們接著要來繼續看到的是 第六名是誰呢 第六名的阿滴英文 目前有兩百八十萬人訂閱 那麼他靠這個生活化的英文 甚至是生活化的影片 也拉近跟粉絲間彼此的距離 再來看到的是第五名呢 這個阿神 阿神則是遊戲影片 創作者兼直播主 而第四名則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這群人 這群人其實成立也超過十年了 不過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宣佈無限期的停更 那麼其實現在團員也都有各自的發展 再來呢這個第二名則是夜市特工 專攻大成本的這樣子的特效電影片 也經常引發了國外粉絲的注意 最後最後則是冠軍 謝謝就是台灣第一位 訂閱破千萬的這位Chicken齊宣 他靠Chicken這項運動呢 他成功了博得了很多 這個國際線的關注 尤其他在短影片的經營上呢 很多很多支都是破譯的 他也是台灣第一位 這個破千萬的訂閱者 目前的訂閱數 是多達了一千四百萬人 你最喜歡哪一位 不妨留言告訴我們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TVVS頭條 最新情報展